太平洋西南端深处坐落这岛国新西兰 一片景色以立 海岸崎岖的国土 这里的气候宜人 是户外生活的天堂 冒险家的乐园 这里还有浩瀚素生的新西兰人造松林 和一个由此而生的松林制造工业 其种类繁多的松木制品 远消太平洋地区 新西兰松木是一种用途极其广泛的木材 比其加工进强 持久耐用 结构强度高的特点著称 是理想的家具 以及预制组合件的用料 松木制造业多是面向本国各式家具市场 但也有许多产商专门向海外装配厂出品家具预制组合件 传统上一直用来制造浓测风格的家具 如今 松木柔软的色调 清晰的纹理 平滑的木质 也越来越受到现代家具设计师的青睐 为应和不同的设计要求 一切厂商将优质无杰八松木窄条 想要成宽板柴 再注入南韩等国的市场 这里相反用来制造大宗化的卧室系列家具 松木优异的壳处理性还开辟了另一行业 专门生产各式结实耐用的户外家具 松木制品的第二大市场是民用和商用建筑业 外用材料以衡量带 风沾板为代表 而室内用途的产品范围更是广泛 最好的例证是释养繁多的装饰嵌条 如壁脚板 筑基凹圆线 门窗框圆条板 装饰嵌条多用实行无杰八松木制成 与此同时 纸形结合式的嵌条的市场需求也正在迅速增长 这类嵌条的生产首先要去除诸如木结之类的残刺成分 然后用纸形结合法将木段连接至六米或更长的木条 纸形结合嵌条依然保持实行松木的固有强度和闹性 这类产品都经过预先底细处理 绝大部分产品向往澳大利亚和北美洲 鉴于松木强度高和稳定性好的优点 其另一日渐扩大的用途是这位门窗用材 从实行经济型到高档型的松木门 展现出松木清晰平滑的纹理 由于松木用途广泛 因而在一些市场人们用之建造整个房屋 包括最精巧的结构细节 建筑结构加固用材 似松木制造商们的第三大市场 主要产品包括承压处理后的立柱和衡量 以满足结构上特定符合及性能的要求 为满足商业和工业建筑的要求 所产生的超长度大跨度的立柱衡量 具有简便易用 无需特殊工具和技巧 耐火抗燃成本低廉等优点 除了作为家具和建筑用材之外 松木还有一系列其他用途 以松木格架板为例 结石清电的优点加上 与展品铺秤的诱人纹理 是指广受欢迎 另外还有一个日益活跃的市场 就是向有业余爱好和喜欢自己动手的人士 提供诸如玉制装配门 板材以及家具组合件等产品 新西兰相对的中心地理位置 以及世界一流的船用设施 确保松木制品 频繁快捷地抵达各地的市场 在我们当今日益注重生态平衡的世界 作为持续再生的人造林资源 新西兰人造松带来巨大的弊益 新西兰近200万公顷的人造松林 是以再生资源的模式加益管理 采发后立即种植新鸟 新西兰松林制造业 高品质的资源 一个建筑在诚信之上的行业 其产品保证客户满意